有一种人,他们总是最早来,最迟回 他们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默默地付出 他们是CYC的幕后英雄 我觉得那个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不服事 因为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参与成为一分子 是一件,应该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我觉得 有一次我就看了一套戏叫《中南回博标》 这个套戏做保镖很好 我跟神祷告说 神让我有一个保护教会的一个使命 保护领袖的一个使命 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 神给我启示,不如在教会做一个保障 其实在14岁那年,透过一次的祷告会 神就突然很强烈地去呼召我 就是进入这个灯光的施工 神的家哪里有需要,然后就去满足他 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来教会这么一段时间 我也应该为教会付出 甚至我要学习去献上我自己 那我因为要顺服神的教导 然后我就学习,就参与 我对战的敬拜很有兴趣 但我知道我并不会马上就在海上带领 所以那时候我在想 诶,这样搞不如我 我就再放投影片开始 我最难的那时候呢 我来了很多年轻人 甚至呢,也来了一班黑市会 差点要打架 我又不懂怎么去解决 每次的服事都有不同的新的挑战 我们到处的问别人的意见 我们寻找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碰钉子 那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白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他们真的是服事到一个情况是 可能已经没有自己的选择 没有自我的时间 单单的是为了弟兄,为了神 他们去献上去摆上的 我们在前一天给我们的领袖看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的领袖就拒绝我们所做的东西 加上领袖就说 你们去改 我们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 还是我们要顺服听从我们的领袖 其实那时很挣扎 同时间有点伤心 因为我们都很努力地做 领袖突然安排我去负责这次的灯光 那当时候我其实对很多东西都很陌生 一些仪器 就是我还甚至还不清楚要怎样去操控它们 结束之后 那次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糟糕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一次的光 然后就承受不到那个压力 然后我就哭了起来 有时候我自己都会 因为他们的付出 我自己都很感动 感动到里面的那一个 这一些同工的摆上 又要受到我们的压力 我们会要求 又在很疲累的情况之下 整次会有一点的情绪的时候 我还看见大家的那种的 愿意他们的喜乐 然后 天悲那种的 愿意为了 SJCYC这个家 让他们可以更多经历神 其实很多时候我发觉幕后的这些同工 他们的这样的付出呢 其实促成了神 每一次在崇拜 在特会 在赞美敬拜的时候 神很大的工作 你是唯一的爱 虽然他是大哥 带很多妈仔 但是呢 感谢神让我勇敢跟他谈 过后他给我一起服饰 我没想到 他都愿意要服饰这个岗位 还记得那时感到很烈 因为明天就要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过后得到的反应是非常的好 我历史其实心里面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神啊感谢你 让我还是学习 愿意受伤 最后得到的真的是 一个祝福的结果 那这个感谢神就是 还好他 赐给我一个很好的领袖 就他们看到我这种情况过后 他们就来安慰我 对他们一直鼓励我 一直为我加油打气过后 然后我就从那天起 我就振作起来 让我们学习彼此去接纳 让我们学习彼此的去 珍惜彼此的时候 一个完美的团队就会 开始的展现出来 而在神的家里面 在FJC儿戏里面 我们就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广播剧场——雨部 3.5分钟 Zither Harp 我的心和幕 看见你荣耀将写 我的心和幕 看见你书里那能雨晴 怜悯这土地 在我所摯爱的国家 我心看着我的国家 充满你荣耀 祝我的国家 要将写你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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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国家 我的国家 我的国家